大家好,我是Lala,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的内容呢就是关于这次斯芙兰年终八折的一个购物公列和种草清单 先说一下活动时间吧 10月26号到29号这几天是Sephora护士先享受八折的优惠 而且26号当天还可以带一位朋友进店享受八折的优惠 同时斯芙兰还会附赠一包Samples的礼品 接下来的那个周末11月2号到5号是VIB和Insider的打折时间 当然这个时候护士也可以继续经常享受这个八折的优惠 这个草单呢我把它分成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非常推荐大家买的今年年底 我觉得非常划算的一些套装还有一些节日的礼盒 那第二份就想给大家推荐一些我的爱用品 包括我自己常年爱用会无限回购的一些产品 因为之前的八月份打折我也是买了很多嘛 然后有很多新的产品我尝试了一下 我觉得也是很好用的也想推荐给你们 那最后一部分呢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wishlist 就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尝试 但是我非常非常种草 限量版的彩妆光看包装就会动心的那种 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个购物车的分享吧 那我们就先从套装开始说起 那第一个想分享给你们的套装呢 就是LAMARE新出的这个套装 官网没有给出它的原价 我自己根据它的含量去计算了一下 它原价应该是215美金 然后现在是150美金 因为LAMARE的官网也是很少打折 你在其他的百合公司去买的话 其实折扣力度也没有这个高 首先它是包含了一个15毫升神奇面霜的正装 然后还有一个30毫升的Trainment Lotion 和一个3毫升的眼精华 然后还有一个他们家的入门精华 应该叫再生精华吧 然后除了再生精华之外 剩下的这几样我都用过 包括这个神奇面霜 我觉得这个它就是干皮冻天必备的一个东西 非常非常的滋润 加上这个Trainment Lotion精脆精华水 这两样其实是我自己常年都必备 然后无限回购的两个产品 特别是我自己有一点敏感肌嘛 皮肤不太稳定的时候 我就会用配合这两个用 眼霜也是非常好用 很滋润 但是同时它又比较清爽 神奇面霜的话 它其实会稍微有一点点厚重 不是很适合油肌来用 但是我觉得这个眼霜它的清爽程度 完全没有负担 然后很好吸收 特别特别适合 以前没有买过太大产品 然后这次想尝试一下 是非常非常适合入门的一个套装 然后下面想跟你们分享的一个套装 真的是超值75美金 然后内含价值254美金的一个面膜套装 是Peter Thomas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我在去年的斯福兰巴哲开箱的时候 有尝试过他们家的一个小样的套装 我就觉得这个牌子面膜 它整体的使用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青瓜布水面膜 我自己也是囤货了好几个罐 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我这样的干皮 每一共包含6个面膜 每个面膜都是50毫升 大概就是这个大小 然后粉色的那款它添加了玫瑰的精华 和绿色的相比就相当于一个进阶版吧 除了补水的功能以外 它还能抗氧化 然后橙色的那款南瓜 酵素去角质的那款里面是有果酸的 但是它用起来还算是比较温和 我自己是干皮敏感肌 但我也没有觉得它很刺激 我觉得挺好用的 然后金色的那款我也是用过 我觉得它使用感也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它的质感非常好 然后也很好吸收 这一套面膜我觉得算是这一次斯佛兰八折所有套装里面最划算的套装之一了 非常建议大家尝试一下 下面要给你的分享的是 BECA新出的这个四种高光的一个套装 虽然它从价格上来讲 折扣力度不是很大 但是我觉得它非常非常划算 因为它里面包含了4块2.4克的高光 正装的话一块就好像是30多美金吧 所以我觉得40美金尝试到四种不同的高光是很划算的 都是它家非常热销的颜色 下面要给你分享的是一个Pharmacy的套装 我之前非常喜欢EVloom的那个卸妆膏 它们两个相比的话 我觉得都是属于清洁力度非常强 就很浓的眼状也都能卸掉 但是它比EVloom的要更加的清爽 没有EVloom那么厚重 而且那一款其实清洁的时候还是挺麻烦的 要用一块纱布 然后还要洗很长时间才能完全洗掉 这个的话直接用温水就可以 整体上来讲我觉得它的使用感会比那个好 然后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套装里面它就是包含了一个90毫升的卸妆膏正装 也就是这个大小 另外还有一个9克的蜂蜜补水面膜 外加一个15毫升的 应该是新出的 也是一个蜂蜜的面膜 整个套装是42美金买到58美金的东西 我算了一下 其实就是相当于那个新出的面膜是白送 剩下的这两个其实都算是正价 如果你对那个尝试新面膜没有想法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去单独买蜂蜜 看法面膜和这个卸妆膏 to face的限量版的节日礼盒我觉得非常非常划算 49美金买到230美金的产品 我觉得这个套装它就是非常非常划算 而且非常实用 这两盘眼影一个是偏红棕的大地色 还有一个是稍微偏紫一点大地色 脸部的盘也刚好是腮红高光和 bronzer的这个组合 外加一个睫毛膏 它体积很小嘛 然后非常适合旅行的时候用 包装也非常好看 我自己肯定是会入的 然后也很推荐给你们 下面要推荐的一个套装是philosophy自然哲理限量版的套装 是39美金买到64美金的产品 其实philosophy它今年年末出了很多 就是七七八八各种各样的不同组合套装 眼花缭乱 但是为什么我推荐这一套给大家 是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它包含的三个产品 都是它家最热销 然后最明星的产品 整个产品线都是针对问题肌肤的 就是痘痘肌啊敏感肌 用了也不会有任何的负担 三合一截面我觉得它就是用起来非常的温和 没有负担 然后有一点点淡淡的草药味道 也能帮你融掉一部分的化妆品的残留 它家最热销的一个产品 心希望面霜的话 这个大小就是他们家套装里面的大小 也是非常清爽的一款面霜 很适合痘痘肌敏感肌 然后那个毛孔清津面膜 也是口碑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所以就推荐这个套装给大家 最后想给你们分享两个new face的美容仪的套装 其中一个就是325美金买到409美金的这个包含 new face trinity原版美容仪的一个套装 另外一个就是199美金买到284美金产品的这个包含 它家me美容仪的套装 除了这两个美容仪之外 它套装里面包含的都是一些 其实你用这个产品必备的一些 帮助你导电的一些乳胶啊 和一些各种各样的产品吧 就算你不在这个套装里面买 你自己也是一定要单买的 而且再加上new face它本身卖的就很贵嘛 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套装 再加上斯布兰八折的这个折扣非常的好 是一个很适合入手的机会 这个美容仪是美国FDA认证的 通过微电流 然后促进你胶原蛋白再生肌肉紧致 可以使你瘦脸 同时还能抗老抗皱的一个功效吧 现在最热门的美容仪 其实也就是new face和瑞发吧 我当时之所以选择new face没有选择瑞发 是因为它比瑞发的微电流要强非常的多 一定要配合专门的凝胶去使用 我觉得它虽然颜值上不如瑞发吧 但是但我个人觉得它是那种属于真正有效 长期使用会看到效果的 关于皱纹我还目前没有什么感觉 但我觉得它确实是让我看起来就是精神状态变好了 然后脸好像也稍微更紧实了一点 至于这两个套装选择哪个 其实就看你是想买它这个原版的Trinity还是mini 唯一的差别就是Trinity它除了这个原版的头之外 它这个地方是可替换的 它还多给你附加另外两个导电的头 其中一个是专门针对眼角细纹的 另外一个是可以深层次刺激你的皮肤 胶原蛋白再生的 如果你还很年轻完全没有皱纹的话 你的需求就只是为了瘦脸去水肿 面部整体的一个保养的话 我建议你就去买mini的那个套装 我一样已经是25岁以上 然后也有一点点细纹产生的话 我还是比较推荐那个原版 下面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些 这次斯芬兰在打折的一些 我自己平时非常爱用的产品 那有些产品是9月份的爱用品 视频里面就出现过的 所以我就一带而过了 那第一个就是我上次分享过的一个产品 是OLAPLEX他们家的这个洗护系列 包括3号的发膜 4号的洗发水和5号护发素 这个产品今年突然非常非常火嘛 特别是他家那个发膜 我之前也有推荐过 专门针对染烫发质的一个密集护理 我自己的头发也是染过烫过的那种 会有一个肉眼可见的效果 然后4号洗发水我也非常推荐 整体的使用感都特别的好 洗的也很干净 而且用量相当的省 护发素也是不错的 它确实能被头发吸收 然后不会假滑 用量的话不是很省 相对于另外两个产品 没有带给我特别惊艳的感觉 但是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就是搭配他家其他两个产品一起使用 Believe的这个Aquabump Sleeping Mask 也是今年新出的睡眠面膜 之前那个水渣蛋的面霜也是很火 然后很好用 这个面膜它也就是一个简单的补水的效果 那种很弹 然后有点类似于凝胶质地的 然后非常非常的水润 完全不油腻 而且足够的补水保湿 它是完全没有味道的那种 我觉得作为睡眠面膜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很快就吸收了 不会粘到你的枕头上 我觉得这款的话 就不管你是油皮也好 干皮也好 还是混合机 你都可以尝试一下 下面要给你们分享的是一款 我自己无限回购的产品 就是Lamare的这个泡沫截面 虽然是一个干皮吧 但是我不太能习惯完全的安基的截面 然后一点泡沫都不起的 就是我用不习惯那种截面 那这一款的话 它是会有比较丰富的泡沫 同时它洗完之后 脸又不会紧绷 不会干 有海藻的提取精华 用完之后反而有一种很保湿的感觉 清洁力度也很好 作为一个截面来说 它价格确实是贵了点 但是它使用感非常好 而且它用量也很省 能用三四个月吧 所以这款还是挺推荐的 我想就是这个SK-II的前男友面膜 它这个产品其实都很火嘛 大家应该也都听过或者用过 神仙水啊大红瓶啊 还有这个我都用过 神仙水其实对我来讲 就是用了之后的感觉是无功无过吧 然后大红瓶虽然使用感受很好 但是我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 就没有感觉到它有什么明显的效果 但是这个前男友面膜 是我自己会一直回购的 我觉得它是真的有效果 用了之后你脸上那些 不是很平整的小地方 它都会帮你修饰 脸真的会变滑 然后整体的肤色会提亮 最重要的是你用了它之后 第二天上妆会变得非常的浮提 妆感非常好 所以这个还是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这个产品 我之前也分享过了 就是Dior的这个 Forever Undercover的这个粉底液 这个粉底液是我今年用过的 我觉得妆感非常好的粉底液 虽然它对于干皮来说 有一点点的干 需要做好打底 或者是在里面混入精油的话 上脸的效果才会比较好 但是我会无限回购它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给了我一个 目前为止我用到的 所有粉底里面 我觉得雾面的 妆感最好的一款 非常非常服贴 而且它可以持妆一整天 完全不会脱妆 遮瑕力度很好 而且还不会假面 色号我个人觉得 稍微有一点点偏深 如果你皮肤本身就很白的话 你买到最白的那个色号 也不会显得很假白 下面要给你们分享的彩妆呢 就是PAT Mothership系列的 一个六色的眼影 这个系列眼影 我曾经买过好多盘 还给大家分享过 那个实色眼影的 试色 我之前没有买它 是因为我觉得 我大地色系眼影很多了 但是后来我把它买回来之后 我还是没有后悔 因为我觉得这一盘 大地色系 它怎么可以美成这样 自从买了这一盘之后 我其他的大地色系的眼影 基本上都闲置了 然后我今天脸上画的 也是这盘眼影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整个系列的粉质 简直就是完美的粉质 细腻好晕染 而且完全不浮粉 你们看最多 它就是有一些 我用的比较多的颜色的粉 会粘在外面 但是它基本上是不飞粉的 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贵吧 但是像这盘的话 它是一个大地色系 在有点偏程 很适合秋冬 然后也很日常 属于那种你买回来 其实会经常利用它的 更不要说它颜色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 实色盘的颜色 我觉得普遍会更个性一些 而且它加今年也新上了 六色的那个限量版 也是非常的美 但是我觉得最推荐你们买的 最实用的还是这个六色的盘 还想再推荐一个眼影盘 然后也是我上次 9月份爱用品分享的时候 出现过的 详细的是色 在那只视频里面 也可以找到 是今年很火嘛 然后整体看是紫色系的 然后颜色变化 其实也挺多的 有一些偏红的颜色 还有一些偏橙的颜色 也有偏粉的 然后也有一些裸色什么的 总的来说 没有什么特别夸张 然后不能上脸的颜色 比我想象的要更好画 更日常一些 而且颜色也都非常非常的美 很显色 我觉得我自己这段时间画出来的 就是比较美的 很秋冬的妆容 其实都是这一盘完成的 最大的缺点就是它会飞粉 如果你用比较硬的 晕染刷去戳它的话 它真的会整个一块就凹下去 然后飞的到处都是 就看你自己是不是在意 它飞粉这件事情 原价也不贵 然后打折的时候 也是可以入一下 分享几个我自己 常年爱运无限回购的 消耗品吧 一个就是斯蒂拉的眼线笔 之前我也是用过 开王帝的那款 tattoo liner 我觉得那款和这款都很好用 这款比tattoo liner 更好的一点就是 它好像能用的时间更长 而且在上了那种 亮片的眼影之后 这款会更好出水 tattoo liner那一款 当你装很浓的时候 它的那个笔上 会特别容易吸附 很多的那个亮片 然后它就不出水了 所以我自己用到最后 我觉得还是最喜欢 斯蒂拉的这一款 然后眉笔的话 我自己最喜欢用的是 这个Anastasia的 这个细头的眉笔 就是头非常非常的细 然后笔尖是相对于 比较软一点的 颜色属于你画起来 会比较匀 然后你稍微 手重了一点的话 也不会车祸的那种 我买过这两个 分别是Ebony和Dark Brown 其中一个是比较偏灰一点 另外一个是比较偏棕一点 都属于那种偏深 然后比较自然的颜色 然后也推荐大家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 还有一个我经常用 然后这次打算回购的 就是这个 Kelvin Aucoin的 这个修容 然后这款修容的话 我已经是 把它用到快见底了 中间都已经凹进去了 眼看它就要裂开了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 它既不偏暖 也不偏冷 然后非常适合 亚洲人的肤色 它有三个颜色嘛 我手上的这个是medium的 我觉得是稍微 有一点点深 但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大家都用medium 这次我打算去回购 它Light那个色号 冬天嘛 皮肤也慢慢白回来了 我觉得那个应该也是够用的 最后要给你们分享的 一个爱用品 就是斯芙兰 它家的这个 清洁刷子的一个海绵 它其实就是这样一个 铁的盒子 然后里面放了一个海绵 这个海绵 它是有一点 类似于金属质地的 斯芙兰清洁刷子的产品 我也用过很多嘛 然后大部分都是 你刷具闲置的时候 你想统一清理 你可以喷在上面 或者就是 喷在一个化妆棉上 然后去清理这样子 就比较麻烦 这个是目前 我觉得我用到的 最方便的一个 它就是你 比如说你刷眼影 不同的颜色 但你又懒得 换刷子的时候 你就用完了 你就在这上面 随便扫一扫 它真的就清洁得 非常非常干净了 你再换下一个颜色 也完全没有问题 就一点残留都没有 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几件 我自己非常种草 然后还没有尝试过的彩妆品 今年年末 我没有什么特别 种草的护肤品 可能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尝试的也比较多吧 如果有什么好的 适合干皮的护肤品 也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然后给我推荐一些 第一个想分享的就是 叫Jour Cosmetics的双色腮红 这个颜色就是两个 一深一浅 然后比较偏裸色的那种腮红 我之前尝试过一块 Chanel的腮红 也是比较偏裸色的那种 然后它的色号是 280 Golden Sun 然后它颜色就是这个样子 有点像是那种 就是被阳光晒过之后 皮肤很tan 然后很健康的那种肤色 就很自然 但是这一块它是带细闪的 就是会有一点点亮 所以我就想尝试一下 这儿这个牌子 这两块其中一块是有一点点带闪 然后另外一块是唇mate质地 然后我就很种草 然后想尝试一下 我当时看到它的一瞬间就种草了的 是NARS的这个限量版的 高光腮红和contour 三块一体的一个盘 然后它的包装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是那种玫瑰金的金属壳子 上面是凹凸不平 像钻石一样 它包括他们家最出名的这个高潮腮红 高潮高光 还有一块bronzer 我觉得这一盘就非常实用 而且它也是42刀 买到62刀的产品 又是一个限量版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入的 也推荐给你们 下面要分享一个 Huda Beauty新出的九色眼影盘 这个九色眼影盘之前也是很多人在推荐嘛 然后今年它出了这个限量版 然后它包装也是非常非常好看 新出了五种颜色 分别是紫色红色绿色和蓝色 然后绿色和蓝色那两个 我就没有很考虑 虽然它盘子看起来很好看 但我觉得可能就是不那么日常 不那么实用吧 我目前最想买的是 它的这个红色盘和橙色的盘 特别是它红色盘 我觉得这盘里面颜色都特别的好看 尤其是它左下角的那个黎红色 简直是太美了 还有它的这个橙色盘也不错 是一个比较偏土橘色的一个橙色盘 然后它这盘紫色盘 我感觉会不会有点 就是太偏冷色调了 可能不是很适合亚洲人 至少从图片上看上去 我觉得没有我刚刚推荐 那个Norvina的那一盘 看起来要好上脸 对 所以最推荐的就是这个红色盘 还有这个橙色盘 那最后要给你们分享的 这个还是一个限量版的眼影盘 是这个Too Faced新出的 姜饼小人的限量版眼影盘 然后价格是49美金 之前也是看别的博主做测评嘛 我看它的那个壳子的质感 真的非常好 还是挺值得收藏的 而且这一盘颜色也很多 据说它味道很好闻 就有一种那种烘焙饼干的那种香味 整体是比较偏暖色调的 裸色和粉色的偏多 然后没有什么很奇怪的颜色 应该算是比较实用的一盘吧 很久没有买过那种 就是非常日常的盘了 然后这次也是打算再入一个这个 好了 那今天的炒蛋分享就到这里了 在视频结束之前 还是想给大家分享几点 我自己买彩妆护肤品的心得吧 虽然说这次斯芙兰八折 是年度折扣力度最大的一次机会吧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性消费 彩妆品的话 还是要尽量做好功课 不要冲动消费 然后尽量买适合自己的产品 护肤品的话建议大家不要囤太多 虽然说八折是一个比较大的折扣力度 但是有一些单品 如果你手里面不是非常急需用的话 不需要囤太多的货 因为很多牌子 包括一些其他的电商 在一年当中也会陆陆续续的不断打折 相比之下 八折不算是一个非常难达到的折扣力度 而且像护肤品的话 你囤太多了 到最后你用它的时候 可能日期已经不太好了 它的功效其实也是会大大的被削弱 然后关于套装的话 建议大家一定不要冲动消费 不要因为它便宜就盲目的去购买 你可以买来去尝试 有些套装里面它就只有三四样产品 如果你只是冲着里面 其中一件你非常喜欢的东西去买它 而另外几件产品 你真的都不是很喜欢 或者不是很合适的话 还不如直接去买一个正装 买套装的话反而会比较浪费 之后的开箱视频 这次很大概率我就不会再出了 除非我又买到了一些今天没有分享给你们的东西 我才会再拍一个开箱的视频 那今天视频就结束啦 希望你们能喜欢这次视频 如果喜欢这次视频不要让给我点个赞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啦 拜拜